華爾街主要指數在盤中震盪後收高 因為投資者觀望美國聯準會 在本週政策會議上升級的力度有多大 美股四大指數全數收高 道通指數上漲一百九十七點二六點 收三萬一千零一十九點六八點 納斯達克上揚八十六點六二點 收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五點零二點 標普百上漲二十六點五六點 收三千八百九十九點八九點 非凡指數小漲十四點八零點收兩千五百七十七點九四點 歐洲股市方面 歐洲股市創下三個月來最慘單週跌幅後 各國指數今天回穩 收盤漲跌幅度不大 同時投資人正等待本週的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會議 至於英國股市則是因為女王國葬修飾一天 歐洲兩大股市有漲有跌 德國股市上漲六十一點九八點 收一萬兩千八百零三點二四點 法國股市小跌十五點七一點 收六千零六十一點五九點 以上就是今天的歐美股動態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